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向大家介绍了美国苹果账户如何去注册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教程 很方便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 就注册到一个美国的苹果账户 而且不需要准备美国的信用卡 也不需要准备美国的地址 除了美国的苹果账户之外 有的小伙伴也想要去注册日本的苹果账户 或者说是土耳其的苹果账户 但是在注册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没有日本或者土耳其的手机号码 那么就无法通过短信验证 就没办法注册成功 或者说没有当地的信用卡 也会导致失败 遇到这样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注册一个中国大陆的苹果账户 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到 然后把中国大陆的苹果账户 转区到日本或者土耳其 在转区的过程中 就不需要提供当地的信用卡和手机号码 这样就轻轻松松的绕过了一些 让人头疼的限制 另外因为苹果账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所以说有些APP在部分地区是没有的 是没有办法下载到的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苹果商店 就没有办法下载到各种网络代理APP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多个不同地区的苹果账户 来切换到不同的国家来下载APP 还有很多小伙伴想去换区的原因是 苹果很多服务的价格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很大 比如说iCloud储存空间 2TB的容量 美国区需要9.99美元 折合人民币73元 土耳其区一个月64.99土耳其里拉 折合人民币只需要26元 美国的价格比土耳其贵了快3倍 所以这个时候 切换不同的国家去购买不同的服务 显然是最经济的选择 这一点和Google商店的政策是一样的 我之前也做过Google商店换区的教程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苹果账户换区的教程 首先介绍一下换区前必须要准备的工作 如果说我现在的账户里面有任何充值的余额的话 那我们必须先要把余额用光才能换区 另外账户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订阅没有到期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去转区的 我们只能取消现在订阅的项目 等项目订阅到期了之后才能够进行转换 另外换区之后我们之前购买过的APP 也还是可以正常下载使用的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首先来到苹果的官网 点击最下面的登录Apple账户 我们可以选择点击创建Apple账户 然后在国家这里选择对应的国家 接下来填写一些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整体的注册还是很简单的 但是有些地区的Apple账户 它的限制比较严格 比如说我要注册日本区的账户 在填完了所有信息之后 如果说我没有日本的手机号码的话 是没有办法收到短信验证码 账户是没有办法去创建成功的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迂回的做法 就是我们先在这里去注册一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苹果账户 用我们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来验证注册就可以了 在注册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再登录后台去更改国家地区 这样就可以达到注册新地区的Apple账户的目的了 我们现在先登录需要换区的账户 登录成功之后 我首先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更改Apple ID的邮箱 其实很简单 我们点击登录安全 点击Apple ID 然后输一下我们新的邮箱 输一下密码 然后再接收一下邮箱验证 就可以更换邮箱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更换国家和地区 我们点击个人信息 点击国家和地区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更改任何国家地区 点击更改国家和地区 在这里的话 选择对应的国家就可以了 比如说要改成香港 然后付款方式这里 我们直接选择无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直接注册外国地区的账户 付款方式是必须要填写的 但是换区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没有付款方式 下面需要填写跟信息 名字 大家自己去填写就可以了 地址的话 大家可以打开Google地图 然后随便去找一个香港的地址就可以了 下面配送地址的话 勾选一下拷贝账单地址 然后点击更新 好的 这边提示已经储存好了 我点击关闭 我们再到更新信息这里 就可以看到国家已经改成香港了 所以通过这个操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本土耳其的Apple ID改成香港的 或者是全球任意国家的账户 这样的方式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修改 整体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 以上就是向大家演示的苹果账户 如何注册新的国家和地区 或者无法注册的时候如何去换区的操作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如果说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其他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的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不要来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